现在看到的这架就是AJ-600的首飞机 在完成最后的几项工作之后 它就将以这个状态迎接最后的首飞了 从总装下线到目前为止 我们完成了机上的地面通电 后续完成了操纵系统 防控系统 液压系统 等几个主要系统的连条连事 接而我们已经推到了跑道上去 四台发动机一起工作的 应该说是对地面滑行 而且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我们要在这个月底进行 开始这个进行公正实验 大概20天左右 要看这个飞机的状态 还有飞行员的训练的情况 才能确定最后的时间 首飞机组现在已经确定了 已经确定了 现在正在进行培训 机组上天的是三个 但是参加培训的现在是八个 飞行员他有两方面的要求 一个是飞过大型飞机的 有飞行经验的 达到一定的小时数了 然后后边还要参加 水上飞行的一些训练和培训 能达到这个飞行执造 从2016年7月23日 AG600的首架机完成 总装下线以来呢 到今天他一直在